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攻读圣马俄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担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来到。 正像一个出外远行的人,离家时,把家务交给仆人们管理,分配了每一个人的工作,就嘱咐根夫需要警醒不昧。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月晚,或许鸡叫时,或许天亮时,免得祂突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 我对你们说,也是对大家说的,你们要警醒。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我相信呢,有玩过FB啊,Instagram的你们,或者是Twitter的你们 应该有看过这样子的Meme,或者是梗图 一位欧美男生,开眼闭眼就过了一年。 你们对这个Meme还有梗图有印象吗? 那个Meme的名字其实是叫《眨眼百难》 有看过吗?就是通常他是主名只是看到那个人的脸。 他的眼睛一张开,一闭起来,一张开,一脸就过去了。 有些记得,有些就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 很多那个黑人问好就出来了。 好的,这个人呢,名叫Drew Scarland,也就是《眨眼百难》的那个开始子呢。 他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到,当他在看他的同事玩游戏时,那个《眨眼》的影片呢,竟然让全世界的人给他爆红起来。 慢慢的他这个举止呢,也成为光阴在眨眼间,瞬间飞逝的代表名人之意。 其实话说到此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像Drew Scarland,《眨眼百难》那样,让时间在我们的眼帘前飞过。 我其实自己本人也不例外,有时人一忙起来,对吗? 不知道时间跑到哪里去,我也相信呢,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做学生的,或者是工作的,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很常,对吗?你们会没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今天呢,你试下想想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做过了什么。 有时,你会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然后就坐在那里,静坐了一段时间,就说,这几天是很忙,可是我到底忙了什么? 就是完全不知道耶,知道呢,弟兄们开始说,哦,其实那一天有谁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过去帮忙啊,等等一类的,才慢慢的把这些机遇呢,给换,可以唤醒起来。 然而今天降临期的第一主任 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慈母教会 为了点醒我们 再次提醒我们觉醒 要醒悟 我们不可以因着基督的 善善来迟的第二来临 而变得掉以轻心 忘了我们应该要迎接 这个贵病的到来 你们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 难道等基督第二次来临 不是就是要等他审判我们吗 心经不是讲了 我们相信他再度来临 审判生者死者 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很像 迎接贵宾那样子来迎接呢 你不会感到怕得要死吗 究竟你们以前所犯过的罪 将会在很像这个 projector的那个视频这样子 在全世界散过 然后你以前做过的事情 就在你的眼帘前面 瞬间出现 然后其他人呢 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都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哇 好刺激啊 不是吗 其实呢 被审判的这一点 并不是他第二次来临的重点 他第二次来临的重点是 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并不只是在属灵上面的领寨 而是真真实实的与他在一起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在教堂里面 公容聚集那样子 可是你们在等他到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继续打理他的家 还有继续循规蹈矩地 做你们的工作呢 要是你忘记的话 我这个看门狗对吗 就需要叫醒你们了 要不然当主人远远开始回来那时候 你们觉得 那一瞬间要把家里面打得紧紧有条 妥妥当当 还来得及吗 应该是来不及了 结婚的那种父母亲啊 应该都是很明白吧 如果你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把屋子乱的乱七八糟 突然间 岳父岳母要来了 如果还没有准备收拾干净的话 你觉得你的岳母会开心吗 应该是不会开心到哪里去吧 所以呢 既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家伙 即使回来对吗 我们就应该要继续地 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可是基督回来的时候 有什么依照呢 或者是依向让我们 做一点心理准备 你觉得有吗 有吗 不知道 要是说 耶稣基督的确是 给我们一些提示 你们会相信吗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 就是证明你们有读过圣经了 因为呢 马尔谷福音第十三章 也就是我们今天念的 那个福音的那个章节 对吗 还有他前面的所有章节 我们的基督 主耶稣基督呢 就在这些短短的章节里面 提醒他的门徒 还有我们 他回来之前 天地万物将会发生一些 异照 而是我们不可以轻易错过的 他议员说 耶路撒冷的圣殿将被毁掉 他也提到 假摩西亚假先知将会被兴起起来 国与国之间将会有战争 我们将会有天灾人祸 已经信徒们 必遭受到迫害种种的议员 来提醒我们 太近了 而末世已经开始了 哇 你们可能会问我说 到底这场噩梦 几时要结束呢 因为说真的 说真实一点 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呢 这些事情已经是发生了 更何况是我们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呢 这些东西还继续在发生 可是这场噩梦呢 要如何开始 真实的告一段落呢 在这方面 我可以很诚恳的对你们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基督也说 家族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傍晚 或许半夜 或许鸡叫 或许清晨 这些他回来的时间 其实只是 他把握中而已 我们这些旁人呢 对这些事情 是完全不了解的 也就是因此这样子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也就是呢 继续行好事 说谎话 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可是我们要如何做呢 凭着基督 基于我们 所有的每个人的任务 的那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 一定要照着 我们自己的任务 去玩事 我们今天的福音 不是已经提到了 这一点吗 他说当他出外的时候 离家时 就把家务 交给仆人们管理 分配了每个人的工作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些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 属灵的工作 需要打理 而且在他回来 那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 做得妥当 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身为家庭主妇的 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 身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好的医生 身为伏击员 就做一个好的伏击员 身为一个好孩子 就做一个好孩子 这就是呢 基督要我们每个人 做的事情 还有任务 所以 也为止这样子呢 当他回来的那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 那些 复行他正义 还有警记他道路的那些人 把他的事情给做好 要是 我们现在 离天主的旨意 还是分遥远的话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我们应该要悔改 因为呢 四旬期 还有降临期呢 这两个季节呢 都是悔改的季节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身为神父的我们 我们都会 穿回 子世的季袍 来提醒我们 在这个有生之年 在这一段时候呢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平时做的事情 还做得不够妥当 就应该开始悔改了 好让 在我们有生以年 或者是在我满生以后 当他在来临时 当在这个PPT里面 散过我们的生命 所有一切的时候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迎接他的到来 阿们 在我们的信息 我们说 他会来到来 宣传的 但他最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是 他在来 一起来 一起来 我们永远 之后 他就是 他就像 他在来 的主要 的家庭 为了很久 and most of all to follow his command s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please do remember we as only the fellow servants and handmaids of Christ we are asked to do all these things that God has given us